男孩只是抓了把炒饭 就被英国军官踹飞十米远 母亲赶忙上前 让男孩把炒饭还回去 可男孩却说 军官听后十分生气 给他三秒时间让他放回原处 男孩不愿意倔强的摇头 几位村民看不下去了 纷纷抓了一把被英国人抢走的粮食 军官见迎面扫地 直接把小男孩扔进了大火中 几位村民也被吊死在了村口 殊不知他的行为很快就会付出代价 村长回来后彻底愤怒 看着男孩手里被烧焦的米饭 他立即在全村人面前发誓 定要把所有英国人的脑袋取下 给印度男孩当球蹄 但此时英国军官还不知道危险即将靠近 正洋洋得意的望向天空 村长大山骑着小猫驴赶到 散发的杀气连树叶都为之跳动 他拔出武器 一刀砍在士兵胸口 然后跳下马背 在无数士兵中长刀直入 呼啸往来 每一次都能带走一条生命 用完长刀 大山开始用拳头 接着用出大式飞刀 然后拔出士兵手枪 精准命中前方的油桶 在一场剧烈的爆炸中 所有英国士兵全部隐恨 军官看到这一幕丝毫不拒 开始跟大山硬钢 虽然训练有素 还是敌不过对方的双高 很快 长剑被大山挑黑 这时 一伙手拿长枪的士兵突然窜出 准备射击大山 好在村民及时出现 无数箭语直接射了出去 拿枪的士兵很快被消灭 军官见识不妙 连滚带爬逃走 大山一路追到小河边 走投无路的军官只好跳下 大山也紧随其后 跳入水中 直接斩下了军官的头颅 在一片喝彩声中 大山突出水面 众人丝毫没意识到 军官的父亲很快得知了此事 而且愤怒值已经达到顶峰 他立马吩咐全体士兵 今晚就用大山和全村人的命 来祭奠死去的儿子 军官让80岁老人和一匹马进行赛跑 如果输了 脚下的土地全部归他所有 如果赢了 在场的人将会成为英国士兵的奴隶 很明显 无论老人输还是赢 都将是吃亏的一方 他不想脚下的土地被英国人夺走 只能拼了老命跟马赛跑 最终老人因体力不支倒地 旁边的村民感动不敢言 正当军官得意洋洋时 一个霸气的男人骑着那匹马出现 军官吩咐士兵上前抓住 被大山一轴机顶飞 在地上滑行了十几米 另一名士兵刚想上前 大山一个翻滚直接插进土里 随着大山的愤怒之爆发 士兵们全部隐恨 军官也被一刀削去手机 大山知道英国人还会再来 自发组建了一支起义军 准备应对 他们每天不是训练 就是锻造兵器 终于在这天晚上 大批英国士兵聚集成下 随着指挥官一声令下 大炮瞬间飞出 把城墙打穿了一个洞 村民吓得纷纷丢掉武器 准备投降 为了提高士气 大山直接打开城门 单枪匹马走了出去 在大山的激励下 村民重新燃起斗志 队长见他们捡起武器 开始向中人喊话 结果被大山一箭射传喉咙 手里的火把碰巧点燃了火药 指挥官急忙下令进攻 虽然士兵众多 但在大山面前 还是显得不堪一击 最后只能使用火枪 村民们伤亡惨重 为了避免死亡过多 大山心生一击 打开城门 放英国士兵进来 然后放下围栏 将他们分段隔离 这样就能减弱英国士兵的战斗力 紧接着射出箭鱼 将他们全剑 最终 英国士兵被打得落荒而逃 大山一战成名 第二天 无数士兵的尸体 被拉到大阪营 军官看到后 当场震惊 其他部落得之后 纷纷加入大山的阵营 原本三百人的队伍 瞬间变成了五千人 但这远远没有结束 第二天 军官亲自带队 用上百吨炮弹 开始对城楼 进行火力覆盖 这是1846年 英军驻侵印度的场面 他们不仅在当地 肆意杀戮 还有数亿万计的大炮 对印度起义军 黄红乱炸 很快 在无穷压迫下 大山带领各部落村民 奋起反抗 打着英国士兵 落荒而逃 为了消灭大山 军官在各地 张贴大山的大头天 谁要能斩去首级 悬赏五百两黄金 俗话说 国家兴亡 匹富有责 但在利益面前 总会有一些吃力爬外的人 这天一个男人 想要偷弃大山 被一刀送去西北 虽然大山逃过一劫 但他的妹妹 却落到了军官手里 妹妹不甘示弱 见四周装满炸药 他假意给军官 跳一段厌舞 然后趁其不备 用旁边的火点燃全身 随着一声爆炸 干掉了所有士兵 但军官却在掩护下 逃了出去 等大山起码赶到 妹妹只剩下了一把灰 他彻底愤怒 第二天就带了起义军 跟英国士兵 展开了真正的较量 在全身武力的加持下 大山每一次出手 从不落空 起义军勇猛无敌 将英军打得落花流水 军官见近身不敌 开始用起了大炮 一时间 起义军伤亡惨重 没有了任何应对之策 好在大山留了一手 他下令让黑衣队出击 只见队长按下机关 两条长剑迅速射出 穿透几名士兵后 摧毁了英军的大炮 英军没了大炮 只能跟起义军近身入国 结果可想而知 英军惨败 军官丢下士兵落荒而逃 回去后 他立即花重金 买通大山的手下 让他在对方酒水里下药 因为是跟随自己多年的手下 大山没有任何防备 结果两碗酒水下肚 便立即投阴眼花 倒在了地上 等再次醒来 已经被五花大王 各部落首领也被带上枷锁 霸佩到了边境 紧接着英军又枷锁 把大山压瓦行场 所有印度民众都过来祈福 希望上帝能让大山活下去 看着台下同胞垂头嗓气 大山开始鼓舞他们 听完此话 民众震别欢呼 但大山的死 还是没能改变 随着军官一声令下 一代战神大山就此殒命 虽然大山死了 可他的行为 却感染了广大民众 从那之后 各地纷纷效仿大山 自发起义 终于在1849年 摆脱了近200年的殖民统治